七年前陪你看爱乐之城的人 现在还在你身边吗 这部饱受争议的爱情片 在当年不仅将爱马斯通送上奥斯卡影后宝座 还包揽了14项奥斯卡提名 追平了泰坦尼克和惠星美人的提名记录 接着横扫金球奖 以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的7项提名名号 最终无一落空收获7座金球奖 豆瓣评分至今高达8.4分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 这部经典的爱情电影吧 故事发生在洛杉矶 这是一个每天都会诞生奇迹的地方 来自乡下的女主Mia 一边在咖啡厅当服务员 一边追寻着自己的演员梦想 但五年过去了 她仍然只是片场咖啡厅里的一名平凡咖啡师 尽管不停地参加着大大小小的试镜 但Mia收获的只有失败 有一天 在一场派对之中 Mia邂逅了一个叫塞巴斯丁的男人 和所有经典的恋人相遇一样 起初两人都看不顺眼 还产生了一些小小的矛盾 但很快 Mia便被塞巴斯丁身上闪耀的才华 以及她对爵士乐的纯粹追求所吸引 最终两人走到了一起 在塞巴斯丁的鼓励下 Mia辞掉了咖啡厅的工作 专心为自己写起了剧本 与此同时 塞巴斯丁为了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 加入了一支流行爵士乐队 开始演奏自己并不喜欢的现代爵士乐 但没想到却因此一炮而红 渐渐的塞巴斯丁的巡演越来越多 她和Mia也聚少离多 明明是两个相爱的人 努力追求梦想的人 但彼此之间的距离就是越来越远了 在理想和感情两难之间 他们必须做出选择 于是就有了后来比翼天花板的名场面 那是多年后的一个傍晚 Mia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她和丈夫无意间走进了一家爵士乐酒吧 Mia看着眼前熟悉的电名 以及舞台上那个愣住的男人 思绪开始飘向云端 在这里没有一句台词 导演仅用蒙太奇的手法 就将幻想中 Mia和塞巴斯丁美好的未来展现了出来 在一曲歌舞结束后 回到现实 Mia身边坐着的丈夫 依然不是塞巴斯丁 千帆过境 两个相爱过的人眼含深情 相视一笑 就给影片画上了句号 这也是很多影迷一难评的地方 如果没有那些分歧和错过 也许Mia和塞巴斯丁 就会有更圆满的爱情和结局吧 但是也许我们忽略了 他们的爱情诞生于哪里 诞生于他们作为梦想者 最落魄最困顿的日子 在那些需要精神抚慰和治愈的时间里 人本能地渴望支持 渴望陪伴 这为他们的相互靠近 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如果他们在追梦过程中 没有那么坎坷的时光 也许他们根本不会遇见彼此 当然幸运的是 他们的爱情真的照亮了对方 与其认为是爱情折挤在追梦路上 倒不如感激他们在 风尘仆仆的追逐梦想的过程中 遇到了这段奇妙的缘分和际遇 或许分开和遗憾 才是他们留给观众 和自己最好的结局吧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爱乐之城 请别忘了点击追更 下一期我将带你接你 爱乐之城中捍为人知的爆笑彩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